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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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鸟 飞向森林里 在光线中穿行 遇见 最好那个人 猴鸟和森林 约定 勇敢的回应 然后我的世界也变清 我心里的生命 在这一刻都是关于你 那个人的世界 骄傲的存在 就是我向你走来 你突然闯进来 心也跟着打开 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 能夺人的期待 像梦一样精彩 猴鸟循着光而来 死灵的光盛开 等红鸟飞过来 确定你是 我的未来 喜欢你 一脸的阳光 在我的视线里登场 一颗星探走起 夏日里的狂想 没目的乱转 快找不到方向 看鸟头 星光撒尖上 应多开出新的新装 把电钟放下 两个人影被拉抢 我想要勇乱地靠在你肩膀 来 喂 姐 你没事吧 没事啊 怎么了 那你看一下手机嘛 我发了一百多条微信给你 我 我不好意思 我听说这次品牌方想要拓展年轻市场 做一些年轻化的尝试 你写提案的时候 可以往那个方向靠一靠 年轻化吗 好好的好的好的 壮玉树红腹灰雀的吗 怎么行踪这么飘忽不定 嗯 知道错了 嗯 我不该让姐姐大雨天帮我剪模型 你当我懒了 她不让 哥 你别生气了 你看你脸都气红了 嗯 睡觉去 晚安 好吗 生日快乐 你今天在外面待这么久 肯定累了 回家要多按摩腿 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耶 床 怎么了你 余小姐之前跟我们也是有过合作的 对我们品牌定位应该很了解吧 是的 所以这次我做了一些新的 既然了解 余小姐应该知道我们面向的是高端用户 这份提案把我们的定位和普通评价快销品混淆 对面也太不专业了 陈总 是这样 我们合作这么多次了 贵品牌的定位我们当然清楚 美人呢 这次也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如果有不合适 我们还有调整的空间 是吗 余小姐也是这么想的 当然 我们的时间很宝贵 余小姐有什么想法 麻烦先尊重一下我们的时间好吗 当然 当然 要不我们现在就开始 那个 陈总您看啊 首先 我们第一部分对市场回顾 陈总 陈总 这次不好意思 陈总 那个 一会儿晚上我自罚三杯 好吧 让丽娜先送你们 我进去跟美人再聊聊你 丽娜送送送送 陈总 这边请 不见不散啊晚上 天安怎么回事儿 临时修改 你不再跟我确认一下吗 对不起 是我曹帅了 好在合作不止一次了 人家没多说什么 你也算有经验了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我现在就回去改 等会儿 你瞅你那个脸色 我这边要去应酬 没法送你 帮你叫个车 不用了 你快去接客吧 这点小时 我自己还是可以搞定的 走了 路上注意安全 可以啊 这效率够高的 你证明财补过去 水质录取通知书就发来了 你怎么一点苦大仇深呢 你是不是舍不得小鱼啊 你跟她说了吗 如果小鱼这么知书达理呢 肯定会支持你的 走走走 我们一定要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走走走 我请客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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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上次妈告诉我们 那个治疗感冒的片方 是什么来着 恭喜老大获得访学录取通知书 老大今天要照顾好自己 希望老大在国外的时候 可不要忘了我们 就你那嘴能说 怎么会 你这肉好了 给老大夹一个 来 跟你说了多少遍 我对你的心意可是真的 请你记住 好吗 明明是高考状元 公认的学神 拥有大好前程 却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选择了一个赚不了大钱的转业 又不撞南墙不回头地 扎进轻薅素的世界 非要解决世界性的难题 这不就是 一心要跨越沙漠 去寻找金字塔的少年吗 上哪儿啊 我经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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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鸟 飞向森林里 在光线中穿行 遇见 雨后的天气 遇见某个人 偶然的回忆 然后孤单世界都变弃 脑海里的声音 怎么会必然被治愈 两个人的世界 骄傲的存在 就是我想你走来 你突然装进来 心也跟着打开 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 两个人的期待 像梦一样精彩 猴鸟寻着光而来 森林的光盛开 等猴鸟飞过来 确定你是我的未来 确定飞向那颗星 在人海中穿行 你遇见最好哪个人 最好哪个人 和鸟和森林 约定 勇敢的回忆 然后我的世界也变轻 我心里 我心里的声音 在这一刻都是关于你 两个人的世界 原来是梦啊 温度已经降下来了 只是还有一些感冒症状 感冒药挂在门把手上 睡醒记得吃药 什么情况 我不会还在梦里吧 你怎么来了 你好点了吗 我把门把手上的 你点的外卖 这梦做得也太狂了吧 你去量个体温吧 你家体温计放哪儿了 你怎么知道我生病子 爸没跟我说的啊 你怎么回事啊 前几天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都看冒了 我没事 天方就是多喝热水 多睡觉 烧得厉害吗 姐夫在你旁边照顾吗 我跟姐夫说了 姐 你好点没 好了 全好了 你别告诉妈啊 小美 你病了吗 严不严重啊 能接电话吗 小庄在你边上吗 去医院了吗 你这个大喇叭 没事 没事 我上午送庄惠回家 记得吃药 有时联系 差不多 我好想死啊 你想死啥呀 你这温度都下来了 怎么回事啊 脸怎么还这么烫 你怎么一脸短幼的样子 刚才昨天晚上不是做梦 什么梦啊 本来是美梦 现在变噩梦了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 闻到一股八卦的味道 你有试过 把自己喜欢的人 我身上硬拽吗 你会反应这么大吧 是不至于啊 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这一般爱情剧 尺度大概也就到这儿了 所以对方也有可能 我们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 这可能 当一回事也还挺好的吧 好在哪儿 好在你们的关系 会更进一步 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 也有可能更退一步呢 不会吧 那也是他先主动的呀 说不定对方只是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而且不能算是先主动吧 我喜欢的人就是你 李甜甜 那他都告白了 那怎么呢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呢 哪有告白啊 我的意思是说 他都是明明白白地 过来照顾你了 那守护质都拉满了 就刹那临门意 嘴 可惜 你甜甜 我觉得你哪里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 哪里不一样了 你跟你那个爸总怎么样了 我回去就告诉爸妈 这天大的喜讯 这样二老爷能一样天年 要我告诉爸妈 你每天都在偷玩游戏吗 哥 哥 好了 少玩的游戏 对眼睛不好 走吧 余叔 注意安全 好 我会的 哥哥再见 喂 陈老师 庄会的语文是不是 可以啊 进度够快的啊 你那是 会员才能开三杯 你别说我了 你现在虽然身体是好了 但也要好好休息 你要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我妈呀 这碗粥还是热的哎 什么时候做的啊 从这个温度 这个粘稠度 还有味道来说 我猜测 这走了应该没超过一个小时 这个田螺教授可是守候了整整一夜呢 是吗 一碗粥你感动得要热泪盈眶了 教授做的粥 那可是知识的粘稠度 你吃什么 什么 找到你的厨艺真的没得说 羡慕 羡慕啥呀 你有你的霸总 想吃什么吃不到 喝了你的粥感觉好多了 辛苦了 谢谢你哦 对了 你平时身体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生病了 可能是急火攻心吧 作业没写好 被老师骂了呗 还有你不会写的作业呢 这么快就回来了 求你开心的样 小车哥 美人姐姐 你身病好点没有 要不要吃点冰淇淋加牛温 你怎么也知道 余美男跟我说的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口味 就每种都买了 进来吧 田田你以后暴天气还带喇叭干吗 带大美得了 这传播力度比喇叭都强 以后助攻还是得自己来 碰到个不靠谱的 这托尼还能带出水来 美人姐姐 吃一个吧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CB哪能吃这个呢 上盒 我吃 就 就一个 不行 嗯 我的CB我来守护 好了 你的问问瓶我也吃了 你可以走了吧 半天认识啊 半天认识啊 过了吗 好事啊 你这微笑争光了 你机票买了吗 这不对啊 那么感觉你不太开心啊 力量之中的是 没什么开不开心的 不对 你不正常啊 你是不是对一地点没有信心啊 喝了你的粥 感觉好多了 辛苦了 谢谢你哦 现在人不总说嘛 这只要不踩在对方脚上 那就都算是一地点 而且现在这通信科技多发达啊 电话 微信 视频 这虽然人不能在身边 但是英勇晚在了 建议你和庄慧 一起重修一下小学语文 还有心情说我风洋话 还来你都已经规划好了 你这小学数学 也没学得太扎实啊 你这小学脸都顶多了 不对啊 你这差着数量级呢都 小玉不会心里有别样了吧 怎么了 忘了 小学没有逻辑课 说风洋话都说得这么拐弯摸角的 还有 没心情也能说风洋话 小柴哥 你刚报到最近该很忙吧 还好吧 你这个点不用去个学校什么的嘛 这会儿还没开学呢 没事儿 请神容易 送神难 大没只会添麻烦 你生病就别玩手机了 我说 谁想我啊 还不是老是催事交作业呢吗 对了 你刚刚说 作业写错被老师骂是什么意思啊 没人解决也被骂了 谁这么过分啊 敢动本少的朋友 人在江湖飘 受点气很正常 再说这次本来就是我的问题 弄错了客户的需求 什么客户这么烦人 没人解决 你放心 以后你的广告我包了 一句话的事 你千万别 我街拍显炮 知名富二代 疑似包养过气往后 第二天我的胖照不就出去了 不行不行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哦 不急 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 随时跟我说 没人解决 那在你准备好之前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你去查查 那天活动对家都去了谁 没问题 是谁告诉你品牌方 要做年轻化尝试的 你真记不清了是吧 你自己都记不清的事 未经证实 未告知我 未告知公司 你直接告诉一美人 这何事吗 我也是一时心机 以为是一个突破点 突破点 我们和陈总合作多少次了 品牌方选择我们 不是为了突破 是为了确定性 你不明白吗 你助理 这个信息是我助理告诉我的 我也怪我草率 没再去证实一下 我不会是你的助理听错了 错了他被人收买了 怎么可能 小方已经跟了我好几年了 小方 我们公司也为叫小方的 真的 那你跟你老板说了吗 怎么能跟他说 我老板这个人 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 要是让他知道 是我助理的问题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余美人这件事 查清楚之前 你不用干了 靳总 我是真的为了美人介号 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靳总 好了 好了 我们老板也太吓人了吧 我时间差不多 我得先走了 你还没吃完呢 可是我只请了半天假 你选这小子呢 我得把他一起顺走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机器好像有点问题 要不我修好了 待会儿找你 没事没事 不行了 我真的来不及 我得先走了 你记住啊 男儿虽好 但是观众呢 还是站了观众 我走了啊 好了 约会就迟到半个小时 看办法就别着急了 我 不是约会 是工作 而且说好请半天假 那就半天嘛 不能因为老板好说话 就占一家便宜吧 走了 哎 你要是要占便宜 那我可就不困喽 不困喽 走了 拜拜 什么黑卡白金卡 关键时候一个能打了都没有 怎么去这么久 调进去了 叫什么 美人姐姐 你想调哪里啊 我都陪你去 不用了不用了 等一下我还要去公司一趟 虽然我老板很可怕 但还是要跟他商量一些对策 服务员买单 小长 机器就好了 好 怎么能让小朋友请客呢 美人姐姐 你为什么老把我当小朋友 下次 下次你来请 你又说下次 那择日不如仗日 就今晚吧 怎么样 吕姐 还记得在清水村 我说过那个 我还没想清楚的问题吗 现在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喜欢庄宇 这么直接吗 喜欢一个人 就算我想掩饰 也掩饰不住的吧 好了 别说了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吧 你这么好的男孩子 日后不必见我 去见你喜欢也喜欢你的人吧 美人姐姐 我佩服你的勇气 佩服我 这算什么 其实我也还没给郑主表白呢 庄教授他这次把论文写成了 得到了海外顶尖学府的认可 擦这一措 这么棒 不愧是我喜欢的男人 那你们这 不对 我们还得庆祝一下是吧 还是你想得周大 庆祝 不行 我得先去把公司的事情搞定 那我先走了啊 走 慢慢吃 喂 郡主 我下午来康公司 你在吗 唉对了 小方离职的事 你先别跟美人说啊 她知道了 肯定替小方求情 没问题 我会让小方保密的 这次茶点弄得不错啊 没事的话 我先出去了 你去吗 差不多该来了吧 喂 郡总 我下午来趟公司 你在吗 又来 我今天下午连时有事 不在公司 你就不用来了 上午的事忙完了吗 没忙完接着忙 忙完了就休息一下 晚上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想你 晚上见 我起客 你好 请问一下地铁站怎么走的 地铁站 嗯 那边直走 然后走管 就在那个快餐店那边 对对对 你大概往那边走个一百米差不多 一百米 就那边啊 好 谢谢啊 你好 你好 哇 我们公司什么时候还有下午茶 放哪儿 那不是给你吃 是 郡总 不是我说四捨五入 你也算人到中年了 血糖血脂都要空一下 我这是在帮你好吗 少废话 刚受完病能吃这个 和浅浅一样小气 对了 这次来是想跟你说说上次提案的事情 正好我也想跟你聊这个 你会不会觉得 是有人别有用心从中误导 不会 肯定不会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我不是说公司的人 是你得到的错误信息 有没有可能来自于竞争对手 比如夏之 那更不会了 我已经震慑过他了 震慑 就你 你别瞧不起人 我可是很厉害的好吧 来来来来 说说你怎么厉害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和夏之 其实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过节 误会解开了就好了 决定 那 你不想说就算了 这事我已经让琳德去查了 不管是谁捣的鬼 我都不会放过他 不愧是俊总 有魄力 其实我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一下 之前的过失 之前那个方案 虽然稳妥 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没想到 于这么容易就上钩了 赵总 我跟于美人已经说好了指稿明面上的 商场如战场 没什么事情是说得好的 但是 我 他不是你最讨厌的人吗 你看看人家于美人 男朋友男朋友找好了 工作工作又好 大学里头当老师 铁饭碗 你就不能学学人家吗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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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教授可能是如入知蓝之势 久而不闻其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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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了 好事啊 你这卫少我听光了 如果可以 从来没有任何事 动摇过我对专业的追求 快乐的模样 说着谎 留住那失落星光 看见的那一束 老大你在啊 这花怎么了吗 我怕我走了 没人能照顾她了 有约会啊 没有啊 你要是想聊我奉陪 我不想我不想 你没有约会 我还有呢 哎呀 病刚好就这么有精神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你不知道了吧 别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咱俩现在属于相看两眼 哎 看你走谁也别看着谁 哎呀 郡总 你别这么说嘛 在我心里 你还是永远地 偷极帅的 停 停 打住 停 免了啊 你的这些易美之词 留给你的一教授说去吧 你知道就行 正好未来的说了 那个方案就按咱俩说的改吧 退下吧 知道了 拜拜哦 郡总 你干嘛 你看看我这个发型 到底O不OK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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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OK 你赶紧走好吧 算你帮我忙 再见再见 您这对悲人什么态度 去打卡去打 我不想再见他们今天 不不不不 天天你在哪里 我来接你 小心点别摔着了 那家店很火的 去完了就吃不上了 好 去去去去 慢走 小心 走啊 走啊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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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啊 好 好 你好 点餐叫我 谢谢 不客气 随便连 千万别跟我客气 客气啥 这段我请 李老板发达了 可以告诉告诉我 什么事让我女朋友 这么开心啊 你把你刚才那句话 再说一遍 李老板发达了 后面那一句 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该不会是 什么事让我女朋友 这么开心吧 对 就是这一句 让我特别开心 对了 这个给你 这个是我昨天清早的 里面有生姜 米酒 还有烟 这个不是让你喝的 这是我让你来泡脚的 我昨天查了一下 以你腿的这个状况呢 容易造成静脉回流障碍 会水肿 这个呢能促进血液循环 或多或少一点缓解 还有这个 这个呀 以后每天都给你带着 你坐着的时候呢 要把腿放在上面 也能有些缓解 让我来看看 我的男朋友想吃些什么 我真的不该再骗她了 我真的不该再骗她了 田田 我有话跟你说 你有话跟我说 那么紧张啊 其实这话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我只是怕 你要不要 先听听我想说的话 好 其实我这个话说出来 我也怕你会生气 我不会 我肯定不会生气 不瞒你说 虽然呢 我看过很多电视剧 但是真的遇到你这么个霸总 我还是挺怀疑我自己的 我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 靳总凭什么喜欢我呀 因为你是李甜甜 是 因为你什么都好 我就知道你会那么说 但是 我真的纠结了很长时间 直到我想到 你一直都需要我 我觉得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 更有价值感 我们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一点 不过 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好 总感觉 我是因为你需要我 才敢喜欢你一样 你该不会生气了吧 不会 我永远都不会生气的 那就好 你放心 我呢一定会慢慢调整我自己的心态 对 你刚才想说什么 陈陈我是谁 手这么凉 并刚好 要多穿些衣服 那你不猜我是谁啊 才能是谁啊 这么矮 我还矮啊 外面风大 要多穿些衣服 嫌我矮还走这么快 跟着我干吗 走得不快 腿长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腿也很长 给你 吃什么 吃的 吃 快点邀请我进去了 这个甜品怎么连勺子也不给我呀 谢谢 谢谢 你看 要不是吕俭跟我说 我都不知道你的论文已经写完了 你 也就是 给手 像在宣布每场 心跳是恋爱的专属爱放 喜欢你一脸的阳光 在我的视线里登场 一颗星探走起夏日里的狂想 没目的乱转快找不到方向 看剧头星光洒尖上 影躲开初心的星床 把电钟放下两个人影被拉抢 我想要用乱的刻在你肩膀 你想带着万天星光为我闪亮 在我的瞳孔中刻成方向 你最早想要像在宣布每场 心跳是恋爱的专属配方 喜欢你一脸的阳光 在我的视线里登场 一颗星探走起夏日里的狂想 没目的乱转快找不到方向 看剧头星光洒尖上 影躲开初心的星床 把电钟放下两个人影被拉抢 我想要用乱的刻在你肩膀 你想带着万天星光为我闪亮 在我的瞳孔中刻成方向 你最早想要像在宣布每场 心跳是恋爱的专属配方 依然满天星光为我闪亮 让我夹着笑着情好荡漾 还就像是你一趟天在了心上 连空气也被追尽了花响 未经许可,可,并不得了